来 让我们掌声请出求职者 王盈盈 河南南洋人 开封大学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盈盈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 我今年21岁 来自河南南洋 我今天的求职岗位 是一名讲师 好 欢迎你盈盈 来吧 盈盈 简单地说说自己 怎么来评价自己呢 首先我觉得我这个人 我从小到大 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发言的人 身体不好 发言 就是发言 对啊 发言 讲话 人家说的是发言 不是发言 盈盈 你继续发言 是语言的言 发言呢也是代表着我对于这个语言的热爱 包括呢我在高中的时候 以及在学校学习的这些过程中 我都能够感受到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会对于我 还有老师也会给予我这样的评价 外向的 是挺外向的 所以说呢今天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得到一份这样的机会 去延续讲师的这份光华与荣耀 呦 想找一份讲师的工作 是的 好 有志向 你有没有异象企业 我的异象 我有两家异象企业 说 第一家呢是AI松鼠 不是 您发言发反了 松鼠AI 对 松鼠AI 不好意思 老师 不好意思 发言稍糊涂了 对 然后第二家的话是 美丽人生的威威老师 美丽人生 她没来 美在当下 美在当下的威威老师 你看威威老师的名字我都记住了 你别看了 她不在家上 她没来 对 我不是威威老师 我是容儿老师 对 营业你就是百分之百啊 两家企业全没说对 你觉得杨蓉像陈薇吗 主要发型像 反正都是美女 哦 情商还挺高